Oh no Oh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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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o犯罪编年史漏漏灯 色狼相簿被公开 性侵两次秒封锁 直播主小红老师日前指控 曾经遭到艺人Nono性骚扰 不过Nono不知道不明了 只透过经纪人说没有印象 21号小红老师掀开记者会公开恶行 今天再度自制Nono编年史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当人 你不当 那我只好唤醒你沉睡的记忆了 我目前收到加一叉 大概有十几块二十个受害者 更可恶的是他还问说 他是不是很大 你有看过我这么大的吗 现在已经两个人真是大大 虽然Nono被说很大之后 就表示即刻起停职演艺工作 但是哥布林的审判继续输出 ABC到R性受害者名单 直接把Nono变成Bag Nono 或是演艺圈子母哥 小红老师指出 Nono在上节目 抛活动经营副业之余 还有余遇到按摩店 这按摩进行不到半小时 Nono应托方老师的丝袜跟内裤 强行进入 方老师当下痛到将Nono剔开 这让我会很害怕 Nono竟然回答 我比你还害怕 因为按摩室的门上装有透明玻璃 小红老师气氛表示 Nono还对方老师说 跟你做爱会很爽 每个被你强行硬伤的女孩 你从来没戴过套 受伤的女孩还为此去看妇产科 真的有够垃圾 不承认也不道歉 至目前的加害者 就属你最可耻 网红冯雨婷今天有公开 陈丰八年的色狼相簿 对话截图显示 当时冯雨婷称呼Nono阳光男孩 Nono称呼冯雨婷小宝贝 关系看起来相当亲密 过分的是原本说好 吃饭或逛街 都会找借口直接把人载往旅馆 Nono心情两次得逞 被女方质问完便直接封锁 朱海军我并不会同情你 你也非常累 你们夫妻就是什么过配什么该 冯雨婷提报他们看 蒙甲鸡牌时压榨员工股东 飞机一定要坐头等舱 饭店一定要总统套房或VVIP房 过年过节却只给200块的员工红包 有一个女生说我是受害者 大概七八年前 当时她开的是X5 我一上车她就把手伸进来我的大腿上 一直摸来摸去 然后说她很爱丝袜 开到市民大道地下停车场 把我拉进去伸脏厕所 无套中出 她的手毛很长 她的腿毛也很长 她的那边非常大 所以我记得我非常痛 另外一个受害者讲说 而且她还在车上对她强行进入 然后她还讲说 只要没事就不算了 你好我是F少姐 我今天是要指控就是NONO 十几年前我上过吴忠仙的一个单元节目 因为他们都会找小摩嘛 那时候也太刚毕业 上完节目之后 她就是在没有人的地方 然后又跟我要电话 我那时候也不宜用她 然后我的记忆当中 是她开着休旅车来找我 我们一开始是有去公园散步 因为其实她很怕被拍 所以后来她就说 提议就说去她家 艺人应该就是比较 就是会顾及行家 应该不会对我乱来 他们家是有电梯 然后她一进去是玄关 她右手边是木质的柜子 他们家是没什么装潢 然后我们就到她的客厅 然后就对我毛手毛脚 然后我那个感觉真的是很不好 然后我就激励的说不要 如果我没有抗拒的话 我觉得我那时候应该就会被她 就是轻轻了